于华是个怎样的人 很多人认识于华是因为他写的著名小说《活着》 豆瓣评分9.4 在世界上获得了众多文学大奖 他的小说中透露着很多悲剧和苦难 但网友却这样评价于华 一个被小说耽误了的段子手 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作家 一 写作之路 于华的父母都是医生 他刚工作时在父母的安排下 去卫生院做了一名牙医 拔牙耗费体力 老牙医就把拔牙的任务交给了于华 他每天给农民拔牙工作8个小时 工作十分辛苦又很枯燥 于华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后来他发现在文化馆上班的人 每天都很悠闲 整日在街上溜达 他非常羡慕 觉得这个工作好 就去打听 听说想要去文化馆上班 必须要有作品发表 于是就决定开始写小说 每天除了拔牙 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 就这样坚持了五年 他的作品都没有发表 但他快感到绝望时 终于迎来了转机 他的小说陆续在各个杂志发表 同时他也如愿被调入了文化馆 他的梦想实现了 但他第一天去文化馆上班时 心想反正大家整天在大街上溜达 于是就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没想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到的 他心想这个地方算来对了 二关于友谊 于华和石碟生是好友 大家都知道石碟生年轻时生病 瘫痪在身 每天依靠轮椅行走 他的内心敏感 家人为了照顾他的感受 说话时连跑跳走 这种词都不敢说 但是有一次 于华去沈阳出差 就和莫言 刘振云三个人 把石碟生扛到了火车上 然后在大学里踢足球时 还让石碟生当守门员 让他好好在轮椅里待着 把门开好 并对一起踢球的学生说 你们可得好好踢 不然一脚踢在石碟生身上 就会把他踢没了 踢完球后 于华看到路边有黄瓜 就去偷黄瓜 旁边刚好有个大水缸 就顺便洗了洗 拿给石碟生吃 天生说 我从来没吃过 这么新鲜的黄瓜 于华大笑着说 黄瓜从我们摘下来 到吃进你嘴里 还不到十分钟 当然新鲜了 后来石碟生回忆 那是他生病以来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于华就是这样一个 能从苦难的人生中 找到乐子的人 三 钻子手 有个法国记者问于华 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于华想了想说 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 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 然后还幽默地补充道 莫言是用高密方言写作 而我是用普通话写作 记者问 人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于华说 为了躺平 我奋斗的最终目标 就是为了躺平 我当初努力写小说 就是为了睡懒觉 不想上班 想过上不被闹钟吵醒的生活 这就是于华 一个活的通透又有趣的灵魂 最后把他的一句话送给你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 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 只不过看你开采了没有 好啦 有收获记得点赞 我是林修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